明星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,他们通常住在好宅里开好车,这种生活也是许多人羡慕的,然而明星自己生活在如此豪华的生活环境中, 那么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?一些明人成名后会赚钱,改善他们父母的生活,这样他们的父母都会住在豪华的房子里居住,尤其是在里小路和阳明,他们会为父母准备什么样的豪华房子? 我们都知道贾乃亮是一个真正的东北人,他们的房子位于哈尔滨的一个高端住宅区,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的名人家庭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,此外,从他们居住区远单独看,会让人感觉特别高档。 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居住区房屋完全不同,房子装修时使用了优美的曲线,装修时也做了一个华丽的吊顶,这可以使房子的整体装修更加欧视。 沙发也选择了一种特别厚重的风格,但是因为它的颜色更加鲜艳,它会让整个客厅感觉更加高大上,餐厅装修时以餐桌位中心,在这样的设计中,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家庭处于相对休闲的生活状态,家庭的空间也很宽敞,可以看到他们家庭生活的奢侈程度,这也是土豪的存在。 许多人钦佩良密挣钱的能力,那么他会为父母准备什么样的房间呢? 在装饰客厅时,选择了一个鲜红的木质墙面,这可以使整个房子的装饰更加稳定,因为光线的温和保护下使整个空间更加温暖。 地面铺着较冷的灰色和白色瓷砖,但是在暖色系统的光线图下。